好吧 一口气说了一个半小时 可以吧 明天晚上有这个欧冠 后天晚上有这个拜仁队 拜仁队八杀 今晚有阿斯纳呀 哦今晚有阿斯纳 英超古赛啊 对铁路组合 有没有人特别盼着我进去的 现在还有人来留言 哟你还没进去呢 不是 离铁都没进去 你让我进去干嘛去 往哪进呢进哪啊 啊进足鞋呀 喝点水 谈谈大巴黎呀 没什么太谈的 就是 就是这些人在一块呢 他的防守 他场军丢一个球 场军丢一个球啊 在法甲 基本上场军丢一个球 这种队呢 在欧冠上就很难 因为你在法甲 都场军丢一个球 在欧冠可能就得丢一个半俩 那你就得打进仨 两三个才能不输 这个对巴黎有点难 但是呢 这个事解决不了 很难解决 对吧 你只能说 中国球迷不是说嘛 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吗 就这种脑残言论的 二极管思维的 球盲的观点的 就你就看看大巴黎就行了 大巴黎就是践行着 你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就这个队是比较典型的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你看看最后怎么样 聊聊高林呢 聊什么呢 都已经过去了 很出色 很出色 高林还是球伤很高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踢到欧洲 你知道为什么吗 身体 就他的身体 在这个位置上 他的身体 如果能够再强壮 他才有可能真正的达到 去欧洲踢球的水平 他的速度 他的身高 或者是他的力量 他没到 所以他 他在中超 他是很优秀的一个球员 他有 既有十号的 一定的九号半的属性 也有九号的属性 甚至有时候会有 边风啊 这个属性 但是 他主要是身体限制了他 他脑子绝对够 他求伤绝对够 他脑子绝对够 他的技术 除了射门以外 也都行 但是主要是身体 主要是身体 他这身体在中国不错 但是登到欧洲 就是 瘦小型 前奉 瘦小型前奉 张林鹏如果 如果早一点出国 可能有点细 但是张林鹏和福安健阳之间 应该差了能有 四五个奥利耶吧 就是张林鹏和福安健阳的 差别其实就真的挺大的 就福安健阳的求伤 福安健阳的基本的 基本的这种 攻防的这种 这种位置感 合理性 出球的合理性 那确实是张林鹏 顶 顶 顶级的张林鹏 也没法相比的 这是实话 这是实话 梅西 就是老有人呢 就是老用 老用这个特例 来反驳 就这样的人 是脑子 确实不是很清楚 你比方说 你说一个身体的事 身材的事 他就会说梅西 那梅西呢 可是我问你 世界上有几个梅西啊 你老拿梅西呢 就是有人能天天吃屎 我说你应该吃饭 那为什么他吃屎呢 你不能这样 你明白吗 你不能老拿特例 来去解释一个 普遍性的规律 你不能拿天才的作为 来去解释一个 接近普通平常的人的 一个行为 对吗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 很多人二级馆 就习惯于找特例 来去反驳 你的普遍性的陈术 对吧 这就是杠精 杠精就是这样 对吧 你一定要说 你说孩子应该好好学习 他就说你看 那那谁 郭麒麟没念书过 那郑元杰的儿子 也没念书 那你说 那他有几个 郭麒麟呢 关键是有几个 郭德干啊 但他就会拿这个 你说上大学 好好学习 那不一定 高晓松 高晓松退学了 中学 有几个高晓松啊 就这就是处于 杠精的特点 就杠精永远会用一个 非常态的 一个孤立的 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或者人物 他来反驳你一个普遍性的 一个观点和论述 这就是典型的杠精 非常典型 就这样 所以杠精很少 就是群众很少去推理 他们急于下结论 这个是有一本书叫 乌合之众 这里边的 就是他不推理 他就着急下结论 什么叫推理呢 你得说出来这件事情的 这来龙去脉 你得有自己的一个认知体系 就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是一二三四五 而不是说 没息 所以 因为没息 所以没息 不是 他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精神 他就没有思考的习惯 思考是很累的 思前想后 还得普遍联系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 这容易被带节奏呢 就是因为 没有人思考 没有人思考 只有一个大概齐的节奏 只有大概齐的一个 一个判断 觉得 就大概齐 大差不差 然后突然间 有人一说出来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理论 这就哗 就过去了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平庸的人 是多数的 对吧 就这个道理 因为思考的人少 你不思考 你想不清楚 想不清楚 你就做不明白 你做不明白 你可不就是 对吧 茶不错 灰了的茶 是金俊梅 还是正山小众 我不知道我解不解说 因为我现在解说 对于我来讲 其实是 解说 如果有 我当然愿意去解说 如果没有 我也不觉得缺什么 我是这样一个状态 对吧 没有我就在会员车上 一样 因为我就是 我已经过了那个 那个必须一定 特别渴望 一周得安排几场 然后说球 然后让人知道 然后挣钱 我过了那个时候 有 当然好 没有 也欣然 就是 就是 有 有顾可喜 无也欣然 就到这个 我是这样的一个地步 但有些人老盼着我失业 说这也不行 那也比 不是 我要真死 也白来的 我要给 打相关人 打个电话 我说一下 我也想多解说点 也能 不是不能 但是我不是那样的人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对吧 我五十多岁了 我还去争着干嘛呢 我有自己 我自己内心的一个事业 我每天 对吧 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后花园 我自己在这 辛苦的耕耘 我等待着有一天 能够 有所收获 那这个 感觉 跟我去出去 说场球 挣点钱 它不一样 明白吗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我的自信来自于哪 就在足球这个领域里面 我的自信来自于 我每天都在做 这就把99.999999的人 就对不起 我在做 我在做 我实际在做 明白吗 那你99.9999的人 他没做 这就是第一点 对吧 你不做的人 你跟我做的人 你就说白了 你要聊这件事 你就别聊 没法聊 怎么聊 聊对中国足球的贡献 还是聊对中国清训的贡献 这就不用聊了 你都没做 我来做 对吗 就这么简单嘛 那咱们比一比 谁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大呢 那肯定是我呀 那肯定不是你 对吗 那肯定不是你呀 那最至少是我 那我也不是 那大家都不是 对吧 所以我 我知道有些人看不惯我 没办法 我到这个 我活到这儿 我也不是为了让你喜欢我 我才活着 那么我今天去我老爹老妈那儿 对吧 老爹老妈一块聊天 我是为他们 我是为他们 我是为我老婆孩子 我父母 我是为小匠这些孩子 和为我这个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我为他们活着 我不为公众活着 你多少人骂我 对我 毫发无损 相反 我更坚定了我的自信 因为那么多人骂我 不可能他们是对的 你们很难相信有那么多人对 在中国足球 有那么多人对 你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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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 我的每一天 就是这样 对吧 我坦然面对这些 现在黑的少多了 因为呢 有很多人 就凑完热闹就完 玩玩梗 是吧 喊两嗓子 就走了 很多黑的就退去了 留下来个别的呢 说白了呢 可能心里的疾病啊 严重一些 对吧 他就非得 天天过来 周三 我就正式开始恢复带货了 时间就 我过去了 就是这波流量过去了 我也不是说非得 借着这波流量来卖东西 不是 但是 要恢复正常了 周三晚上来个火锅 羊蝎子 酸菜鱼 冰羊霉 然后生蚝 开始了就 恢复正常生活 聊聊聊 C罗 我觉得C罗已经很努力了 就是有可能 就是也可能生活当中 就是如果你身边有一个C罗这样的人呢 你会觉得很累 你会很累 第一呢 第一呢 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太高了 就是他老有这种欲望 那一般人可能就跟不上 还有差不多 那C罗不行 他就得赢 他就得进球 他就得牛 所以跟这样的人在一块会觉得有点累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他太自我 对吧 他确实是他的自我是异于言表的 那么一般人呢 就是他有可能你这也太自我了 什么事都得拔尖是吧 抓尖什么的 但是呢 你从运动员的角度来讲 这恰恰成就了他 如果他不是这个性格 他可能33就没了 就不再提了 所以 当然了 你说他可能 梅西获得了金球 对于他来讲 想要追上梅西是不可能的 这个有可能会对他是个 不小的一个打击 因为他想做就要做世界 但现在看上去 他已经少了两个进球 那就想要反超梅西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他还得努力 他没有放弃 所以呢 这样的人 我觉得你即使不喜欢他 但你得尊重他 因为无数次 当你觉得他要不行了的时候 他突然间又邦邦 梅卡尔路 邦邦 又破关夺债 所以这样的人就没得黑了 你黑他干什么呢 对吧 打你脸都打你那么 多次了 你还黑人家干嘛呢 你说呢 所以这是我对 C罗的看法 但是我认为呢 C罗就目前而言呢 他每场都踢90分钟 我认为第一 对他不见得是好事 第二呢 我认为呢 可能对曼联的整体的 这个发挥呢 也不见得是好事 但这个呢 我只是一个作为球迷的一个判断 但我 但你还得听人的教练呢 对吧 人教练怎么使 那是人教练的事 法国清训 我没有研究 我只知道 法国1998年 拿了世界杯冠军 2002年 就小组赛就没出现 对吧 然后 可能就 法国 这个上下就对清训 有了足够的这种认知 就是又集中很多的资源 出台了很多的政策 然后 有这个法国的什么 克莱丰丹啊 这个 这个清训 这个国家队基地啊 清训基地啊 反正 没有一个国家 是不抓清训 最后这足球能够起来的 只有中国 因为中国每隔四年 都抓国家队 就没有真正的抓过清训 没有 真的 你说越南都有 全国U11联赛 咱们现在U13 咱们现在从U13开始 有全国有一个清超联赛 越南U11就有全国联赛 当然越南小 可能相对来讲呢 容易组织 但是你中国大 你也有足够的资源嘛 是不是 但你没做到 人家从11岁就开始 全国11岁好的都亮相了 咱们这呢 可能13清超才能看一眼 你问问高宏波 你说中国09的 你了解吗 他也不了解 他也不了解 他主管清训 你问他 你说中国09谁厉害 中国09是发展什么程度 鲁能恒大 国安 什么 什么绿城复利 什么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那可是你要问越南的 管清训的 你们11年的 11年的应该是 11岁 你们10了 你们国家10了 谁提的好啊 他至少他说我们有联赛 射手榜 给你看 联赛的MAP 给你看 咱们这都没有 你问他 你问他中国是09的谁 他提好 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这就是差距 那就细节差距 那人家 越南11岁就有全国联赛 所以你看全国联赛 积分榜 射手榜 这个什么助攻榜 什么这个出场时间 数据全都有了 咱们这呢 咱们这 你们你们竹血管 幼12以下呢 他都不管 他都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他不是假不知道 他真不知道 对吗 你说前两年 还弄一个什么 什么07的 什么优秀训练营 自己花钱去 自己啊 自己自己交钱去 自费 到这参加国家队 就是中国助协 举办的优秀学员的 这个集训 自己花钱去 这个茶真好喝 赵辉子啊 这个想买好的茶叶 赵辉子 聊聊2034杯啊 这2034杯呢 对于我们来讲 比较困难 因为分区赛打了 但是经常有 这个地方有疫情 那个地方有疫情 取消了不劳手 但是没关系 我们细水长流吧 争取在明年的暑假 怎么着 也得把这2034杯 得给他完成 我和高风波 我跟谁其实关系 见面都能聊 我跟中国足球界的这些 你甭管是 是什么人 如果见了面都能聊 但平常都没有接触 我觉得中国足球 不是一个人的事 不是人的事 不是说陈续元换李续元 高红波换矮红波 李铁换李铜 这事就能解决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但是呢 我们却陷入到 这个怪圈当中 总觉得把人换了 就能解决 但是你换了人 这么多年 换了多少人了 诸协主席都换了多少戒了 你自己算 国家队主教练 没十个也都八个了吧 可能不值 对吧 国家就更别说了 对吧 南派北派的 苗宁大连的 广东上海的 换了这么多 没出去 你说什么原因呢 土壤不行 换什么 种什么果子都种不出来 你买什么 你买什么种子 你用什么化肥 你用什么 浇多少水 对吧 你给多少阳光 你严减地 你不白扯吗 你不是 你不改变土壤 你就想 通过患 患这患难 对吧 你不浇水 你浇汽油 它也取不来呀 对吧 我不看篮球 我不懂 我也不评 我也不探 中国足球再烂 足球是一个专业 但中国人对专业理解有偏差 中国人认为呢 职业就等于专业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但是中国人就认职业 说以前干什么的 所以干这个 就是人说英雄默问出处 但是中国人最讲究你哪呢 哪毕业的 学什么呢 你在哪工作吗 老问这些 中国人最讲究你得有出处 你没出处他瞧不起你 对吧 你中戏的你演电影的你中戏的 北电的还哪的 对吧 你学个波音是哪的 中传的 浙传的还哪的 学个体育新闻 学上体的还是北体的 他问你这个 他中国人很在意这个 但中国人有时候反专家 对吧 你看中国人有时候 只要专家说的跟他不合一 专家就是大傻子 大聪明 在他眼里就是大聪明 集体反对专家 但专家如果说到他门口了 他就会引用专家来来来证明他的想法对 所以整体来讲呢 中国人呢 他没有认知 他没有判断 他没有基础判断 他的判断是靠自己意淫 就自己 自己认为是什么 谁说的对了 谁跟我说一样 谁就对了 这就是怎么说 集体无意识 没有认知 就越无知的人越自信 你看那网上骂人的那些 指点江山的 其实他很无知 但他不知道自己无知 他不知道 所以你会看见网上 为什么自信的人那么多呢 有人说我有点自信 其实比我自信的多多了 我好歹还干足球 干这么多年 还好歹还研究 那根本球都不懂呢 他都过来跟你聊 谁自信 你说我跟他谁自信 他 他们自信 我被我这自信都不算什么 我的自信好歹还建立在我对这个东西有认知 那些没认知的人都可以过来跟我距离立周 你说谁自信 无知无畏 对吗 如何搞好清训呢 大哥 反正你没什么问题可以不问 你别泥杆的给我找一个如何搞好清训 这得多大话题啊 这得聊到几点呢 聊到四点多 好吗 你问点具体的行吗 如何搞好清训 你这话题那非了 我不都说了吗 你先做到越南 全国有优势一联赛 你做到吗 你做不到就别谈了 还谈什么呢 是不是 黄紫昌啊 我都不知道 我不认识 我不知道黄紫昌现在怎么样 曾经很好 但这个东西 爱马尔知道吗 奥特加知道吗 爱马尔知道是谁吗 奥特加知道是谁吗 达利桑德罗知道是谁吗 都曾经被誉为是梅西的接班人 最后呢 没出来 很正常 对吧 你别说黄紫昌出不来 对吧 你说谁又不见得都能出来 那踢着踢着就踢不出来了 那很正常 这个东西不是说黄紫昌就是世界球星的批音子 然后没出来你觉得很可惜 没什么可惜的 很正常 很正常 只不过你见识短 你不知道 你以为有一个黄紫昌 他将来就能够成为 刚前 刚齐圣斯 没有 可不是那么简单 可不是那么简单 好吧 左小将不招女生 这招女生得多麻烦 谁管 女孩子 我说实话 我俩女儿 除非她有天赋 我绝对不让她踢球 在中国 干嘛呀 除非她有天赋 她真是干这个的 那再说 她不干这个 你让她踢球 干嘛 干点别的不行吗 学点钢琴 学点舞蹈 不好吗 为什么非得踢球呢 咱又不是美国 对吧 美国的女生没事都踢踢球 对吧 就中国这个环境 男族都没人看 你还踢女族干嘛呢 对吧 那你要有天赋 你就择无旁贷 天将大任于私人 那你就该 让孩子踢就让孩子踢 你没这天赋 最好女孩别踢球 真的 你踢来踢去 你最后你说实话的 你看她头短的 她在一块 她还不如 她活着不好吗 她的事实 这好 就读书干点什么不好吗 非得弄这个吗 你觉得呢 你要不然你就努力生儿子 对吧 像我一样 我年轻时候朋友多吗 我年轻时候 我一天晚上八个饭局 我九七年 九六年 九七年 九八年 九九年 两千年 就我那个时候 一天晚上 五六个 七八个饭局 KTV 餐厅 桑拿 咖啡馆 朋友多了去了 但后来突然间觉得 没意思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人活着它有点意义 但我现在没什么朋友 我实话跟你讲 我没什么朋友 但我不以为吃 但是偶尔有几个朋友 能聊到一块去 有的可能 也不那么经常见 你看我跟惠信的 这个个人也不那么经常见 今天一见 我聊得特爽 特别爽 真的 很多的业务的东西也好 还是很多的 就清训的 观点也好 然后八八我就说 那周五 周五六点半 我去给惠信带队 反正他们六个人 报名 我就要二十二的 你别让他都来 因为一人有家长 不喜欢我 对吧 不愿意让我带 你就别让他来 反正自动报名 自愿的 咱可说好了 说你不够二十二的 有五个都行 我给他们打一叉叉套 转移加叉叉套 挺好 千万 我说千万别 千万别强迫 我也不挣钱 但我也不愿意强迫 愿意来就来 报名 对吧 你也别收人钱 我免费的 许亮的公开课很好 那看个没证的公开课 看一下我是怎么带队的 一个没有证的 一个 但是你别忘了 我赢了四年 你得重视我 不重视我的 最后全他妈输了 瞧不起我的人 最后全输给我了 你得重视我 董方卓 董方卓提了 哎呀 这东西就不提了 董方卓如果假如能回来 能够能够有时光 能够倒转 我想董方卓肯定会有一些调整的 这个这个这个调整的方面 让自己能够变得更更更更更开放 更容易能融入当地的那个那个那个环境 是吧 然后更专注 我相信会是这样 但人生没有如果 也就是他没有这个造化 但是他已经能够在曼联已经不错了 一个中国球员能到曼联 而且真是福格森看好的 你知道福格森就是什么什么场面 就是训练的时候当一个高球起来 那时候的C罗尔 那个时候的C罗尔 跟董方卓同时起跳 董方卓抢了点了 就董方卓的爆发力 弹跳 是跟C罗尔在曼联的训练场上 是比过的 但是足球不说了吗 有天赋 有身体 还有呢 头脑 专注的精神力 那这些可能在当时 董方卓可能不具备 对吧 你要说他具备 那你就问他 你去问他 你说如果你具备这些 那他为什么会回来 是吧 李肖鹏似不准 我们都说了吗 我认为是假新闻 你要信你就信 我不评论他对错 我就一分析 我用新闻方式 文本方式的分析 我认为结合他的性格 结合现在的这种媒体的 自媒体的这种混乱的程度 结合这个时间点 我认为 所谓的四不准是编的 根本不是李肖鹏说的 但你要认为说 你要能证明是李肖鹏 好 我拿出200强拉面 大家一块抽 开心 好吧 李肖鹏都没跟陈旭元见面去 他自己公布一四不准 你觉得这是李肖鹏干的事吗 你认为这是李肖鹏干的事吗 假如李肖鹏真是有这几不准 他也得见面跟陈旭元汇报 你看陈主席 你看我准备公布这四不准 六不准的 你看行不行 他都没见 这就新闻就出来了 你认为是真的吗 所以听我说 很多东西 你人只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你一定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你驱使你认为这是真的 但你得分析 这个东西真与对与错放一边 真与假其实也不重要 关键是一个你对人有判断力 你没有判断力 你们永远当傻子吗 你的情绪 你的信息的获得 都是跟大傻子一块分享 那你觉得你这人能有进步吗 你这一辈子都被人忽悠的 你有进步吗 真假你都不知道 你加十箱是吗 你加十箱可以 那咱们就二百一十箱 我和杨毅 我和杨毅谈不上手吧 但我不愿意评价 我觉得他在篮球领域应该很 很优秀吧 嗯 但我也今天我也不在这 看见一个公众号 他也也不请谁写的一篇东西 我说实话 你不要请你不要再拿我跟纯媒体人比 好吗 这样点其实对我不是很尊重 好吗 我不是纯媒体人 我是一个实干者 加媒体人 我是带队的人 我是每天带训练的人 我是带队打过几百场比赛的人 好吗 我是一个中国清训的实干者 请你不要拿我跟纯媒体人比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行的 好吗 你虽然说我是有一个身份是足球评论员 或者叫媒体人 虽然我是微博的 这就是2021年度最具商业价值的大V 但是我本身还是个清训工作者 好吧 我不是纯的所谓的大V 好吧 我是应该全世界清训工作者里边 粉丝最多的人 全世界做清训的 带清训的队伍里边 这些人里边粉丝最多的 影响力是最大的 当然被骂也是这个 但被骂不是因为清训 那就是杂交的 对 你爸你妈给你杂交出来了呗 对吧 就这个意思呗 我有时候挺愿意跟抖音的黑子聊天的 因为这些人呢 就是他们也不见得多坏 但是这些人呢 其实最缺的是知识和文化 他们其实很脆弱 他们在网上很少有人能听到 对他们这样的一种 一种 一种抢白 其实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我是真心的想让你能够顿悟 因为在互联网上你太牛了 你四处留言 你谁都敢骂 你以为你很厉害 其实你就一碎摧 你就一摧本 你就一碎摧 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你比方给你回忆一下 你过去的这24小时 你都干什么了 你会觉得很悲哀 你狗屁都没干 你在我这儿是得到了你人今天这一天的生活的最有价值的两个小时 但我但愿你能够有顿悟 你可以不买我东西 你甚至都可以不加我会这个关注都可以 但是感谢生活我们在这儿能遇到 我说一些话 我希望你能听一下 对你会有好处 当然你也可以过来骂我一句 但你记着你骂我 你只能让我变得更加的自信 因为大叔大聪明都在骂我 证明着我还是有价值的 如果大聪明都夸我 我就慌了 我就慌了 真的 因为我知道这里边大聪明是居多的 百分之八九十不敢说 六七十肯定是有的 你想啊 百分之六七十的大聪明如果夸我 我慌不慌 我等于说跟他们在一个认识水准上 我不白活吗 我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用心和专注 最后变成我跟百分之大多数的 这大聪明想的是一样的 然后捧我的人都是大聪明 我不白活吗 你说我是不是白活 咱俩换位思考一下 要是你是我是不是你会也慌了 对吗 对不对 这直播一千了 对 我就没事聊 反正我一十八会也睡不着 聊得挺好 对吧 能救一个是一个 如何评价有钱的黑子 我不知道这是有钱是什么概念 你具体说是什么 谁是有钱的黑子 聊聊吴磊啊 吴磊他现在是两百多万欧元的身价 你不用冷 他孙新明跟他比 孙新明八千万 有可能还往上 也别拿九宝家人跟他 九宝可能没准一千多万两千万 他是个两百多万欧元的 这么一个队员 他现在在这个队里边 西班牙人的总身价是六千七百万欧元 吴磊只占其中的大概三十分之一 都不到 你明白吗 就吴磊的身价 在整个西班牙人的总身价当中 三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么你告诉我 一个在队里边 总身价三十分之一都不到的队员 你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那你说为什么 那个吴磊就不能像孙新明呢 你为什么不能像我呢 你想过这问题吗 你为什么不能像我呢 我魏加会员一万五千两百多人 你呢 你开个魏加试试 那你为什么不能像我呢 我不知道 这就是现实 对吧 你老拿孙新明比吴磊 你老拿九宝剑英比吴磊 那可不是吗 他不是他们 他做不到 他就是两百多万欧元的一个球员 但他是中国人 你们为什么对吴磊那么苛刻呢 我有时候特别怀疑 有一些贬损吴磊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吴磊是 F你妈了还是F你爸了 就是你们怎么对他有那么大的仇恨呢 我真的不理解 就中国人对中国人狠起来怎么那么狠呢 吴磊到底怎么着你了 我就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 你们能把一规划的进了一个球的人捧为民族英雄 你们把打进十一个进球的一个中国球员 你们给他变成一个丢你们人了 你们还有 你们还用别人丢你们人吗 你在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留言都是丢人的 你知道吗 我特别瞧不起这些人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一种什么 就有一种魔力 可能有一种病 有一种病 让他们就是 吴磊只要打不进去球 就好像他们不行了 他们要死了 就对吴磊能有咬牙切齿 把吴磊进了你能高兴一下 你是谁呀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是谁呀 怎么别人都得为你高兴呢 你是谁呀 凭什么所有人都得顺着你说呢 你是谁呀 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都没弄清楚 你还给别人提要求 说句老实话 你周围的人都对你没要求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没有希望了 还有什么要求 对吗 真的我特别不理解 我能理解骂李铁的人 我就不理解骂吴磊的人 但我知道这些人肯定是病人 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就一碎催 真的 就是蹭蹭蹭麦当劳上网的人 有可能 为什么不上网大雷呀 首先呢 门将这个位置啊 要想换 需要极大的勇气 第二个呢 就是门将这个位置呢 就是他有他的特殊性 就是从教练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他记得的不是这个门将的失误 而是门将的精彩的铺就 这是一个心理 其实严俊灵也有失误 但也有精彩的铺就 这对吧 但是从教练的角度来讲 在门将这个位置 他经常会记着 这个队员的精彩的铺就 他不会记得他的失误 这是一个特别 奇妙的一个心理作用 你知道吗 所以当这个教练想到说 他能铺出那个球来 那他能铺出来吗 他就会有点疑问 比如说严俊灵某一个 他也腾身起来 大个上 他就会想 王大雷能铺这球 他不是想说 严俊灵这球没出击 王大雷能出击 他想的是 严俊灵铺的那个球 王大雷能铺吗 他如果不敢肯定 他还会用它 这叫心理 教练的心理 你不是教练 你肯定不懂 我是教练 我懂 我也会这么思考问题 你知道吗 我也会这么思考问题 但除非他的失误太多了 小将有两个文将 那有一个小毛 有一个小廖 那有可能这一阶段他不错 但如果他一直踢踢踢 但是有两次 失误太明显了 就是有问题了 马上还 但如果大体上没问题 一个阶段 可能就是这门将是助力 那个门将是踢步 很难说 关键性的比赛会有太大的调整 因为这是这个位置决定的 一个教练的思维 对吧 你除非铁铁当时一上任 就用马拉雷 那可能也用出来了 但你既然起根上 就没用它 那接下来想改 非常难 我对这个国足啊 我坦白说 李肖鹏 他不会犯离铁 场外的这些事 但是你要让我说 李肖鹏一定能带队 六轮拿五分 我也不敢说 真的 他现在没有六轮了 四轮 是吧 六轮五分四轮 哪怕拿四分 那就是相当不错 一胜一平 两负 就已经相当不错 因为他的时间也不多 对吧 他也面对着 可能有一些队员就退了 就不踢了 那些老的可能就不见得踢了 都已经折腾一百多天了 最后离铁都下课了 这边也就算了 就不再折腾了 所以他得面临一个 重新组合的问题 当然从李肖鹏的角度来讲 他从技战书角度来讲 他肯定是求稳的 你记着 他不可能有什么 就是李铁0比3 跟澳大利亚对干这事 李肖鹏绝对不会看 这性格决定 这性格决定 李肖鹏绝对不会看 李肖鹏宁可守 守书0比1 他也不会出去攻 攻书0比3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你要问我说 李肖鹏的技战书的体系 从何而来 我也回答不出来 李铁我也回答不出来 理论上呢 就是李铁带武汉 一个升班马 最后能进前六 那他应该摸索到一个 弱队能够打强队 是吧 最后能打一 不错成绩的 这么一条路 按说他应该很熟 包括密集防守 打反击 已经很大 但我不清楚 为什么一到国家队 人就飘了 这东西就有时候 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就想干 然后最后能抽不冷的 赌一把 万一行呢 没准就民族英雄了 有可能这种 到那个位置上 有时候 他会有这种 他会有这种 这个欲望 就是万一 我把澳大利亚给干了呢 一将送拢 巴 我再把日本 日本都刷阿联酋了 看来状态也不等地 赢完澳大利亚 再赢一赢日本 再把越南一弄 九分 最后跟沙特弄一瓶 十分走回家 苏州再拿个四分 五分 六分 折 出架 直接走了 真是这么想的 很有可能接近现实 我告诉你 很有可能 就接近于现实的 当时的那种思路 就是第一场 把澳大利亚趁他们 立足为本 现在干 干了之后 日本 刚输完阿曼还得飞到西亚 咱们一直在西亚 再把日本一干 越南 某某雨 干了 对吧 沙特可能厉害点 但那要于平均 十分 咱们四场比赛 拿十分 回中国 回中国 帮帮两个主场 对吧 先干阿曼 再拿 就第一次 再跟澳大利亚 哪怕就最后一平 对吧 那也十五分 最后 在西部 不羽繁钓钓的走啊 是没了 人有可能会是这样 为什么 她没热身赛 没热身赛 天天看自己 没见过别的女人 天天看媳妇 老鼠猪赛貂蟬 是吧 她没见过 对吧 她要是有热身赛 跟伊朗 player 被伊朗打3比0 他还敢 在澳大利亚面前还敢嘚瑟吗 不敢了 所以人有时候为什么飘呢 就因为他没有测试 他没有测验 他没有测试 有一个测试心理测试 就说都考完试了 完了这一个班里边有学渣有学霸 然后就问他你考怎么样 发现最后得分 就是考分后面的 都觉得自己考得好 哎你考怎么样 好啊 我考怎么着我得全班前十吧 完了你看那些好的 就是学习就最后得分 高的98的95的93的 他们反而不好说 有的题可能有问题 凡是考他们学渣 后实名的都觉得 我这可以考的挺好的 全都对了 我全都打下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 他没有那种判断 肖深刻啊 这个人呢 就是以前呢 在群里 我对他有来印象 然后呢 这个可能也 因为什么 我给拉黑了 拉黑了完了之后呢 我今天我一炸就给他炸出来了 我都知道他跟谁聊的 这说明这个人呢 一会儿跟这家长聊聊 一会儿要主动的关心关心那家长 以关心孩子的比例 完成什么打探 小将的消息 哎 为什么目的在哪儿呢 我就不知道 你说他目的能憋好屁吗 你说他能吗 他是一个病态 他最后说他什么 我希望什么小将 什么家长 什么迷茫 什么这他 他替谁代言呢 他是谁 他能说家长迷茫 这都是谁说的呢 这都是有的 已经离开小将的 他只能贬低小将 这个人的心理 我也弄不清楚 可能 可能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吧 其实这人在队里边 我们也很少沟通 因为谁都知道是什么人 对吧 所以呢 这事呢 就是他什么心理 说的这个 我也弄不清楚 反正他得描述 说留在小将的 都是受苦受难的 离开小将 都是作威作福的 他只能这样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觉得 他离开是对的 这心理嘛 对吧 其实也是艰难困苦 其实也是受了不少罪 对吧 走投无路时也找我 我在这边 隔阳打电话 来帮着他弄 但是这个人 我就弄不清楚 我也弄不清楚 孙守东跟他有联系 你可以问我所有东 所以这个人呢 就乘虚而入 然后那边呢 也需要这么一个黑子 来互诉中长 所以这个萧生客呢 就拿到了一些 看上去是一手的资料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是什么人 以什么样的心理和心态 跟他讲的 讲的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 都弄不清他 但是他又一信 为什么呢 因为他被我拉黑了 他恨我 他恨我 对吧 他因为他以前 对小将可能是真爱 但是后来呢 代入感太强 觉得他是小将的爹妈了 你看他现在好多的话 是站在家长的角度来提的 一会儿家长 骑虎难下了 一会儿过日子 过孩子了 一会儿又每个孩子 得需要上场时间了 你是谁呀 就他懵了 他已经懵了 他以为他是这些孩子的教父 他为什么恨我 我们就拉黑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有一群 那九十多个人 被我拉黑的人 细说足球 你们可以加入的 你搜一下这个群 你加入进去 全是被我骂的 全是被我拉黑的 有人在里边天天骂我 天天的 但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敢露真名的 也没有一个人 说敢长篇大论 在发表了哪儿 说控诉 我有什么黑料 这那的 就天天在那一吟 就天天人 他又做这个事了 哈哈哈哈 那些人 这人孙子 这人那不行 那傻子 相互之间抱团取暖 其实都是渣子 你专门有这么一个人 你信吗 所以你知道 我的能量得多大吗 专门有一群 有一群呢 天天骂我 在里边 你就说我影响力大吗 你说谁这么 真正有事的 吃饱了 没事 在那天天骂我 干嘛呢 你说 哎 听 有这么一个人 对吗 有人说我太难了 有意思 与人斗其了无穷 我堂堂正正 你不要说 他们都面都不敢露 他们都不敢露 我是谁 我站出来 我想反对你 一二三四五 都不敢出来 都不敢写 只能在一个群里 相互之间 送温暖 其实谁都知道 都很脆弱 对吧 也都知道自己挺无聊的 但是没办法 得撑着呀 对几个得撑着呀 是吧 得跟我斗到底呀 他斗我什么呢 你说 我也弄不清 对吧 你说 老永斌突然间管我 叫干爹 我直播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了 他翻版给 廖子成好他爸 哎呀 你也让你儿子给 老董安身一干爹吧 这个那哥的 你知道什么什么 你儿子 二十八一是替补 永远 他就这样 他嗜好 他的如意算法是呢 我通过这种方式 让廖子成好他爸呢 记住这个人的好 然后将来就会跟他成为 无话不谈的朋友 然后他就能搜集到更多的信息 往起拼凑 有一天再来黑我 这个人有好几个小号 而且他不仅是搜集 这个小将 连乐波都搜集 可能乐波离职的员工 他也会跟他聊 哎 你看董路 你老董那 什么怎么 最后怎么 你离职了 是为什么呀 你看你当时 怎么 你说这个人得多坏 他得有多闲 别拿个例说事啊 那什么叫个例啊 那什么呢 他 你不是问我 那个孝顺客吗 那我应该是拿什么说事呢 这里边有多少黑子 咱们实话实说 说谎话死妈的 好吗 谁说假话 谁死妈 现在有多少黑子 在这 来打个六 我敬你 是个汉子 你看 有不少 对吧 我不拉黑 对 你承认就行 你是个爷们 对吧 你看今天那个小的 有一点 我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跟谁聊聊过 他开始说 那你问他 后来我说 你要是个爷们 你就说 你是不是 我就知道他是 他最后承认了 因为我知道这些人 我知道现在的家长 和有一些家长 是什么德行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就这话是从哪出来的 谢强又发微博了 哎呀 我呢 有的时候我知道 有时候我看到我老谢 但我不好转 我一转 好像我们俩要抱团 干点什么事 其实也不是 我这个人呢 就是独立表达 对吧 我也 我也 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说的就够 因为我也不用拉帮结派 我也不是说 非得勾点人 替我说什么话 我自己就行 离开国族和族协20年 但没有中断和圈中朋友的联系 这次理解下课传说是来自总局的要求 还有女足领队说是总局派橄榄球的来 如果属实 只能印证圈内人士对族协领导力越来越弱的说法 看起来是族协躲猫猫 总局要大摇大摆走上前台 如果是这样 只会更差 族协好歹还是一般搞足球的 总局除了人事行政干部以外 还有一批羽毛球 乒乓球 足篮牌跳水体操的统治们 录的都不一样 那些专业体制下的经验 不足以把足球搞上去 这也是圈内共识 但我不相信总局都是糊涂蛋 所以所有的新闻里 我觉得有三件事最有可能发生 一 程序员在适当时机下课孙文接任 这符合狗局重用专业运动员的思路 保留专业足球的一口活气 好事 二 规划无法规队参加后四场比赛 雇佣军不是白球恩 于是国足后四场不会出现转机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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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